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欣欣以外 收看今天一個雲林新聞 雲林官是農工大館 在法定經濟的東西 也要警告環保 這幾年雲林官政府 自己推動飲食農業上官進行 並且官來特金學校 十五金企業合作 事前檢討順康經濟目標 這位官府基盤 計劃成功發表會 希望在政府和民間共同努力下 可以讓雲林官 驚訝禁令坦白的目標 雲林官是農業大館 環境的雲林法定經濟 和影響到地方的經濟 因此這幾年雲林官政府 是自己來推動 雲林農業上官政策 並且和官大陸進行學校 來合作 來做為推動 雲林生活的社會學校 做為集中職業的黏塞高修 還是哪一種 事前雲林生活的業務性格 來展現出來 這個就是運用我們 中午私盛的俗語 來進行往事裡面的堆肥 然後還有這個蛋糕盆栽 是運用我們學校的落葉培養圖 所搭配稻谷跟蚯蚓製造的 我們這一段是在介紹香草植物的 有這個佐手香香菜 薄荷還有荊棘 然後還有一些香草的存入 種些植物可以幫忙那個淨化空氣 雲林官政府在1909年 建議院進行討盤栽 並且進行保護的 薩金企業 來得到討盤栽的認證 南無大學 就用這樣的一個 這個大學社會責任的 一個意志 我們一起跟縣政府 來合作這個計畫 這個推動 那過程中間當然 有很多的這個困難跟挑戰 不過我想我們面對問題 能夠把這個問題 逐一的檢視解決 然後我們去符合 國際的這個認證的標準以後 你看我們今天 就有三個這個單位 拿到BSI國際的這個認證 我想這是一個開端 我們未來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那今天非常難得 我們跟南華大學 整體的合作 包括我們在整個 推動智慧科技農業 以及減碳負擔農業的一個推動 甚至農漁業的廢棄物的一個循環經濟 再利用 包括我們今天 已經到我們學校裡面 深入我們的校園 現在我們也舉 大概已經有六所學校要來做示範 今天在政府和民間的共同農理一下 可以和民間得到一個拖牌的目標 及其他配音差不多